AudioJungle AudioJungle 歼16作为我国心也是最先进的一款四代机 其性能是不容消失的 作为一款4++的战斗机 其在四代机的平台上 利用了许多五代机技术 尤其是在航电方面 面因此其在很多方面 可以与五代机相媲美 其换了最新的显示器 那么其显示器有什么先进之处呢 由于其技术细节上属于机密 因此小编只能根据已有了资料 和打马赛克的图片 做一个大概的猜测 上面这张模糊的图所示 尽管在操纵界面部分打上了马赛克 但是依旧可以看出 其显示器是大块液晶显示器 过去由于电子技术 落后飞机的操纵界面 都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仪表盘 很容易让你产生密集恐惧症 但也是无奈之举 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 要花很大的精力去观察仪表盘 因此通常情况下 飞行员要讲个仪表盘的位置 和用途被的滚瓜烂熟 才不至于出现飞行时 不知道怎么判断飞机飞行状态的尴尬情况 有了大块液晶显示屏 一方面大大降低了飞行员飞行师的疲劳程度 将更多的精力用 在飞行上另外一方面可以集成更先进的其他电子设备 现在都流行触屏了 这次歼16应该也不例外 这样减少了大量的按钮 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水平 同时也提高了安全性 飞行员因为按钮太多按错按钮 另外目前的电子产品都强调用户体验 歼16也是如此 因此歼16换装了最新的显示屏 大大加强了人性化程度 提高了人机功效 随着可编程技术的引入 歼到16上同时可以设置鼠标红 到时只要按下显示屏上的一个选项 就可以完成传统战机好多个按钮 完成的任务 这简直是开挂单的存在 拥有了大块显示屏 还可以大大降低飞行员培训的难度 过去飞行员需要了解各仪表 和各按钮的用途来熟悉飞行 但是大块触屏显示屏 引入后 飞行员可以通过图形化界面快速熟悉飞机 这就和Windows系统畅销全球的原因一样 感谢观看